各位副統帥聽到王展這麼說 真是佩服到誤體頭地 他心想 這位老將軍真是心謀怨慮 怪得人家說 說薑就越老越辣 我都沒有內跟得到他 王展就帶著六十萬人馬 一直攻入楚國 楚國的大王 果然不出王展所料 也孤注一閘 一下子吊紮了四十萬人馬 來跟王展決戰 哇!一次戰役 超過一百萬精兵來參加 這場仗 對雙方來說都是事關重大 楚國如果輸就亡國 而秦國呢 如果打敗了 也挺難維持霸業的 所以秦楚雙方都十分認真 不過這場仗真是古怪 本來呢 是秦國來進攻 楚國是防守的 怎麽知道 怎麽知道 反過來 王展 那邊呢 一來到楚國之後 立即下令 在天中山那地方 即是現在河南省二陽縣那裡 駐紮下來衣山磅水修足公事堡壘 連營幾十里路一致排開 又派重兵守著運糧要渡 作長期固守的準備 楚國那邊呢 就集中兵力來攻嘛 想趕走秦國大軍 知道王展一尾不出來打 憑著地營有利兵多良足 死賴在那裡不肯走 楚國那四十萬大軍就沒辦法了 攻就攻就不入 只好就集在對面 那整百萬大軍就大家對到實 那個王展他就下令 不但不准出戰 就算去斬柴也不准去楚國那邊 要回到後方來斬 抓到一些過來斬柴的楚國士兵或者老百姓 一律用酒肉來招待 然後客客氣氣送走 王展又吩咐 設立練兵場 天天叫士兵來比賽力氣 用這十二斤重一塊石頭 拿來大家比賽看誰扔得遠 扔得遠的是有掌 又叫士兵比賽跳高跳遠 就吩咐各營的軍力 就記住下來看誰最大力 跳得最高跳得最遠的 就是這樣 王展那六十萬人 就在天中山腳 足足住了年幾 那些士兵吃得飽 又有空 每天就練習武藝 楚國那邊 看見秦國大軍閘在那裡再不深入 就以為上一仗打贏了個李順 王展一定是怕了不敢再深入了 又怕人打聽 看見王展 關在大營一 一尾搞了什麼跳高跳遠的比賽 就以為王展一定是立刑固守了 所以 楚軍也列陣來得對峙 最初是提心吊膽 嘮到實 日子過了久了 看見秦國這邊不但沒有動靜 而且抓到過了界的士兵和百姓 都客客氣氣放了回來 漸漸就不在意 慢慢就疏於防守了 那時候呢 王展的機會來了 就開始動手 那天 王展就湯牛煮酒大燕三軍 就對那些將士說 大家已經在這裏休息了 今天 破楚國的時候到了 也都是各位立功揚名的時候 跟著 王展就將平日 扔石頭跳高跳遠跳得最厲害的士兵 集中在一起 一共有二萬人 將這二萬人 組成一支叫做壯士隊 用他們來打先鋒 去攻打楚國大營 將其他人馬分成紀魯 等到攻破楚國大營之後 然後各路大軍一起攻過去 那秦國的兵將 揚正蓄裔這麼久 現在聽到要打仗了 個個磨拳拆掌 王展一聲令下 那二萬正兵 爭線恐後就衝過去 平日就練扔石頭 跳高跳遠 這回就大顯身手了 不但力氣武功 而且個個身輕自然 一下子就衝到楚國大營前面 楚國那邊是沒有提防的 大營就被王展攻破 秦國六十萬大軍 好像潮水般湧過來 那楚軍蛇無頭不幸 當堂就敗到七零八郎 王展只派一個副統帥 帶一部分人馬去收拾戰場 他自己馬不停蹄 帶著主力就一直攻入楚國京城 因為突如其內 楚國大王連走都走不及 被王展俘虜了 秦王認證就親自來到楚國 將楚王發落做平民 不過這樣啊 楚國和趙毅漢又不同 他地大人多 雖然大王做了俘虜 京城被攻破了 但是還是不肯投降 楚王的弟弟 帶了一部分兵長 就渡過長江 走到江南 蘭陵那裡 自立為楚王 憑險固守 那時候呢 秦王認證 親自來到長江邊 來到衛問王展 誇張王展立下破楚大功 然後吩咐王展 繼續進兵 盡快消滅了江南殘存的楚兵 王展就說了 大王 楚國的根基存在江淮這邊 現在 現在江淮幾千里江山 都全歸秦國所有 剩下這些地方 一攻即破 不如先不要管他 先將江淮一帶鞏固 然後再收拾難領 以我們大軍一個光 整個楚國就盡歸秦左右 大王放心啦 秦王認證聽到這麼說 十分歡喜 老將軍不但老謀心算 而且豪氣不減當年 寡人就拜託將軍 一切由老將軍調度 王展就即刻派人去楚國各地 約束秦國的大軍不准侵犯百姓 收航楚國的殘兵敗出 另外又吩咐 在江邊英武洲那裡造船 王展足足用了一年時間 將佔了楚國的大片土地鞏固 在英武洲造的戰船也做好了 王展就下令 樓十萬人馬守江邊 其他立即跟從自己過江 那時候 躲在江南南陵的新任楚王 就真的像王展說的一樣 不堪一擊 一下子就被秦軍打敗 那位自立為楚王的 也戰死沙場 王展趁自統領大軍入城 相傳說王展來到一座山邊 軍事挖地整造來煮飯的人 挖到個古碑出來 上面刻著十二個字 有石兵天下爭 無石寧天下清 王展就解不定 就找當地人來問 當地的人就說 這座山自從周平王東千落陽之後 老百姓一直在這座山開採石礦 故此這座山叫石山 一直都出產很多石 不知為何 近日就沒有石 這個石碑也不知道誰做的 王展一聽就心中領悟 哦 有石兵天下爭 無石寧天下清 即是說出產石礦的時候天下紛爭 無石那時候天下就太平 現在已經無石開採了 所以天下太平 王展就把這個地方 安的名叫做無石 據說 後來無石院的名字 就由此而起的 那現在呢 戰國七雄 人口最多 國土最大的楚國 一共經歷了六百幾年 到此就被秦國滅了 秦國就把楚國改為三個郡 南郡 九江郡 回溪郡 那這位大將王展 前後用兩年多的時間 滅了楚國立下大公 這位王展呢 他一翻到咸陽 就向秦王告老還鄉 秦王營政就賞賜了二萬兩黃金給他 還封了他的兒子王斌做大將 那現在呢 六國已經滅了四個了 只剩下燕國和齊國 秦王營政立刻調動兵馬 要滅了燕國 一提起燕國 秦王就咬牙切齒 急不及待 這口氣他已經忍了幾年了 本來四年前 他就派王展 帶領大軍要滅了燕國 只因為天氣反常 士兵水土不復 這樣才沒有打得成 為什麼秦王營政這麼生氣 一個小小的燕國呢 當然啦 啊 誰不知道 驚鵝賜秦王的事 幾乎搞到他連命都沒有了 現在就講講 驚鵝賜秦王的故事 各位還記得 那年燕國太子丹 來秦國做人子 就講明秦國派大夫去燕國做相國格 誰知道秦國呢 一扣了太子丹之後 不但沒有派人去燕國 反而勾結趙國 鼓勵趙國去攻打燕國 就佔了燕國三十幾座城市 燕國大王呢 那時候才知道上了秦國的黨 自經悔之莫及 那太子丹就留在秦國 足足做了七年俘虜 那一年秦國剛剛滅了韓國 出兵去攻打趙國 那太子丹就知道秦國打完趙國 一定會跟著來攻打燕國的啦 就出錢叫人偷偷帶了封書 信回去燕國 就勸燕國的大王要及早防備 另外呢就請大王 直接派侍者來秦國 就說大王年老有病 要求接回太子丹回去接位 那燕國大王收到自己的兒子這封書信 一方面就加強戒備 一方面就派侍者去秦國想接回太子丹回來 至那位秦皇認證就不是那麼容易上當 他對她的事者說 太子既然來了秦國 就不是那麼容易翻趙啦 太子如果想回到燕國 除非等到天上飛鳥白頭 地下馬匹爭角啦 太子丹知道秦皇不肯被自己走 就冒險逃亡 他是收買了一個做生意的人 就扮造他的徐寵 就跟著他運出咸谷關 就借了回到燕國 太子丹就回到燕國之後呢 那個燕國大王呢 因為自己已經年老了 就把燕國的大志 交給太子丹來掌管 太子丹就發誓 一定要不惜一切保住燕國的江山 他又恨凝政不守信義 將自己扣留在那裡做人治 滞留在秦國七年那麼久 他是立誓一定要報仇 這位太子丹 他將自己的身家財產都拿出來 大量收養賓客搜羅人財 那時候燕國已經十分衰弱了 太子丹他一個人居然收留了三千多賓客 其中有三個勇士 一個叫夏虎 一個叫宋伊 還有一個叫秦武揚 這三個人 都是武藝高強膽量過人的勇士 那時候呢 各位曾經和長安軍一起造反的秦國大將 范烏奇 在離開秦國之後呢 一直躲在燕國的深山密林之中 現在聽聞太子丹號客 他就在山中走出來投奔太子丹 太子丹呢就十分歡喜 將范烏奇當上賓來對待 特別在溢水河邊 起了座公館給范烏奇主 那燕國太傅呢就來勸太子丹 他說現在秦國正想進攻我們燕國 秦王就最生氣范烏奇的嘛 太子收留了范將軍 那秦國就更有藉口攻打我們啦 秦強燕藥 到時玉石俱焚 不但保不住范將軍 連燕國舍職也難傳 不如就將范將軍 送去兇奴那邊來避難 免治招引秦國的進犯嘛 至太子丹就不肯 他說范烏奇在窮困之中來投奔我 他是信得過我 如果我因為怕了秦國 將他送去兇奴 那就是借兇奴之手 殺了范將軍 唉 敢做於心何忍呢 而且秦國一心想滅燕國 秦王認證他全心要獨霸天下 他怎麼都不會放過我們燕國的了 唯有想辦法和他鬥到底 死女求生 好過在白白等著他來進攻 太父你有什麼辦法 能夠力玩狂難 救燕國於危亡呢 太父就說 唉 和秦國鬥 有如以倫激捨 神財疏至淺 有心無力無辦法為太子籌劃 不過神有個朋友叫做田光 年紀雖然老些 而此人又擁有謀交由廣闊 結識天下英豪 不如請田光老先生來 和他商議一下 或者他還有些辦法 太子丹就馬上派太父 去請田光入宮相見 太子丹一直站在門口外面等候 太父就帶著田光來了 一到門口 太子丹就公公敬敬上前 親自打開車門 扶著田光老先生下車 一直扶他上台街 扶到入宮中 太子丹親自請田光坐上座 然後就對田光說 今天秦國強橫 秦燕兩國勢不兩立 老先生自勇相傳 望老先生能夠出謀獻賊 挽救煙果 田光就只是嘆了口氣 啊 太子 一匹進馬 在壯年時候 一日千里快如疾風 知道那匹馬衰老了 就算找一匹三等的劣馬和他比賽 都快過他了 歲月不饒人 太父只記得老夫 田光年輕的時候 還能夠持稱千里 不記得田光現在已經垂垂老二了 太子丹就說 老先生過謙了 我有件大事 想求老先生幫忙 現在秦國滅了趙國 眼看著就快要進攻我們了 我們燕國就算傾全國之兵 也沒辦法抵擋秦國一國軍 我想找到一位有謀有勇的勇士 扮作侍者去見秦王認證 最好就能夠好像當年曹沒劫持齊援功那樣 逐著秦王逼他把侵犯諸侯的土地 通通還回來 就算是劫持不成 就殺了他 現在秦國的大將 排誓征土列國 如果秦王一死 在外的大將 必然各自各據清王 到時我們就可以聯合天下列國 重興合中抗秦的大業 現在就想找一位 好像老先生當年那樣 有膽有謀的勇士 就不知道老先生 能否推薦一個人來呢 田光就靈一靈頭 難啊難啊 太子修養賓客三千 就不知道有多少位用得上的勇士呢 太子丹就馬上召下父 宋義、秦武、楊三個勇士入宮 田光見這三位勇士 果然生得身體灰悟 尚謀威武、洪風斗斗、豪氣逼忍 沒有一個勇士 雖則他們三個都恐武有力 但是喜怒流露於外 秦王認真為人 聰明、機子、善於察言官式 派這樣的人去到秦國 一入秦王宮殿 一下就被秦王識穿了 啊 太子丹聽到這樣說 就求田光 老先生 燕國人才就是這麼多 既然都不能夠承擔大任 那老先生能否幫忙 去找一個回來呢 田光就想了很久 然後說 老夫有位朋友 聖經明阿 聖阿是齊國大夫 慶豐的後代 因為不能容於齊國 所以改聖經 聖阿亡命四方 沒有人賞識他 現在就流落在燕國 因為貧窮老賭 老夫時常周濟他 故此他和老夫也有點交情 聖阿此人精通劍術 不但武藝高強 而且膽略過人 喜怒不怒於外 聖阿或者可以擔起這個重擔 什麼 太子丹就直接把自己用那部馬車交給田光 請田光去找京阿回來 太子丹親自送田光出門口 田光上車以後 太子丹就祝福他 老先生 這件事關係到燕國傳亡 請老先生千萬不要傳出去 田光就笑笑口說 太子放心 放心就行了 田光就坐著太子的馬車 一直就開京城鬧市 遠遠就見到那個京阿 喝到有七分醉意 一邊走一邊看著唱歌 京阿的朋友高佔來 敲著樂器跟著尾 兩個一唱一和 京阿滿懷撥破家亡的仇恨 一身本事就無人賞識 故此滿吐怨氣 越唱就越激昂 唱下唱下就變成放聲痛哭 田光就馬上車折著他 就接了京阿回家 天光就叫左右退下 就對京阿說 我知道你是個有膽有謀的壯士 一直就懷財不育 有志難生 今天有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非你不可 這件事本來我亦異不容辭 而田光今天連路看衰 有心無力就沒辦法幫得你 只好靠你獨力去承擔 跟著田光 就將太子丹 想派人去殺秦皇的事說出來 京阿聽完就說 老先生有命 我怎敢不從 為天下除害我萬死不恥 田光就說 好 這件是有去無會 赴湯道火之事 本來應該由老夫自己去 現在由你來代我 老夫受太子丹更大的恩惠 不能以身殉國 反而要令太子擔心 怕人多會洩露機密 今天 今天 奴夫就慈別壯士 將一切拜託給你 奴夫的魂魄 追隨壯士 前來立功 講完 你的田光 突然拿起佩劍 向著自己喉嚨就割過去